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就是安全感的挑战 每一个人都在面临安全感的挑战 如果你的太太告诉你说我要离婚 那你整个安全感通常collapse 耶稣催逼她的学生进入安全感的挑战 打开你的圣经马太十四章 正如我们敬拜的姐妹所说的 如果上帝要用你的话呢 你需要被改变 就可能需要安全感被挑战 这些学生准备进入使徒行传之前 耶稣跟他们三年半 其中就是训练他们接受安全感的挑战 十四章的二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上面的 或许等一下你帮我们读英文的 十四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一起中文先读 OK 一起中文请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 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那时船在海中 只因风不顺被浪摇汗 夜里是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的说是个鬼怪 便害怕 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彼得说 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 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甚大 就害怕 便将沉下去 便喊叫说 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 拉住他 说 你这个小心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就上了船 风就住了 在床上的人都拜他说 你真是神的儿子 we'll read from verses 22 onward 22 Yes Jesus spoke to them, saying, Be of good cheer, it is me, do not be afraid. And Peter answered him and said, Lord, if it is you, command me to come to you on the water. So he said, come. And when Peter had come down out of the boat, he walked on the water to go to Jesus. But when he saw that the wind was boisterous, he was afraid and beginning to sing, he cried out, saying, Lord, save me. And immediately Jesus stretched out his hands and caught him and said to him, Oh, you of little faith, why do you doubt? And when they got into the boat, then those who were in the boat came and worshipped him, saying, Truly, you are the Son of God. 要被上帝拥有的人都需要接受挑战. 福音本身也是一个安全感挑战的结果. 神的儿子变成人的儿子 好让人的儿女变成上帝的儿女 这句话正好就是福音的核心 神的儿子变成人的儿子 犀利王想杀他 Herold The king of Herod tried to kill Jesus 所以耶稣一出生的时候 就接受到安全感的挑战 他为女人所生 到三十岁的时候之前 是木匠 之后给四十岁遇患受洗 就开始进入下半场 所以告诉隔壁 人生上半场是为下半场预备的 告诉隔壁 人生下半场比上半场更重要 超过四十岁 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他 你越来越重要了 那耶稣上半场 接受安全感的挑战 上山 上半场 下半场也是接受安全感的挑战 撒旦试探他 他得胜了 然后他呼召学生来跟从他 听他讲道 虚心的人有福 然后行神机给他的学生看 化学家的安全感被挑战 化学家 因为他把水变酒 学过化学知道水不会变酒的 福音都跟安全感有关 你要接受福音 你也有可能会安全感被破露 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 变成人的儿子 可以医病可以赶鬼 他好让神的儿女变成上帝的儿女 那他学生会进入风暴 要跟从耶稣的人都会被挑战 那已经受洗的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他 你越来越危险 还没受洗的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他 小心一点 不要轻易信耶稣 所以耶稣的学生 都会有安全感的挑战 那彼得还要走上去 那更是挑战安全感 你要帮助苦难的人 贫穷的人 你可能要钱给出去 也是你的安全感的挑战 你要到耶稣面前 到世上的面前 说我是个罪人 那是安全感 面子的挑战 你要学习彼得 耶稣给你那个权柄 你要侍奉上帝的权柄 那是会有安全感的挑战 就像耶稣最后个礼拜 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彼拉多挑战他 犀利王会挑战他 所以他最后一个礼拜 进入耶路撒冷 那是准备被杀的 最后一个礼拜 虽然赫兰奉主名来的 应当做称颂的 可是最后个礼拜 他进入洁净圣殿 那些祭司长文是很不安全 就趁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 找一个卧底的人 谁是卧底的 藏起来的 是谁 犹大 犹大 犹大会出卖耶稣 小族长举起手来一下 说小族长 就付小族长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他 小心你的主言会出卖你 那彼得 犹大出卖耶稣 而且用什么为暗号 亲水 跟过耶稣三年半 竟然为了钱 出卖耶稣 所以离过婚的人 最了解他们的人 是耶稣 用亲水为暗号 所以告诉隔壁 不要随便给人家亲嘴 要进入婚姻 什么叫结婚 结婚是安全感的转移 离婚是安全感的破灭 结过婚的人 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他 你胆子真大 犹大出卖耶稣 最能安慰 痛苦的人 离婚的人 是耶稣 最后一个晚上 最后的时候 耶稣被出卖 被羞辱 他被践踏 挂在上面 完全没有任何安全感 为我们被埋葬 为我们复活 好让我们找到永恒的生命 福音的总纲 一起说 神的儿子变成人的儿子 好叫人儿女 变成上帝的儿女 这个真理呢 其实是有挑战的 耶稣降入人间 希利王想杀他 快死士的时候 比拉多想杀他 比拉多 所以你要跟从主 就会有安全感的挑战 所以告诉隔壁 不要轻易信耶稣 可是呢 那个安全感的挑战 对学生最实际 学生就在风暴里面 这个剧情本身 有三个风暴 自然界的风暴 风浪很大 第二个风暴 超自然的风暴 耶稣竟然在海面上走 竟然没有沉下去 牛顿看得很傻眼 我的第一个博士 就是应用力学 什么可能不沉下去 又万有以利 不能吸他下去 难道是鬼吗 超自然的风暴 自然风暴 超自然风暴 第三 经验主义的风暴 经验 我从来没有踩空 彼得跨越过去的经验 要被上帝拥有的人 都需要激怒风暴 每一个人都有安全感的挑战 什么叫绝症 医疗 医生 医药都已经没有用了 那叫绝症 绝症 sorry what is terminal disease terminal disease means no medicine no doctor can cure you 也在接受安全感的挑战 银行的风浪 或者银行刺激房贷 或者海啸 金融海啸 什么意思 银行钱不可靠了 结婚是从这个男人 转移到那个男人的转移 这个男人比我的爸爸更可靠吗 所以结婚是安全感的转移 所以姐妹再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她你胆子真大 那离婚是安全感的破灭 什么叫移民 你从这个国家移民到那个国家 那个国家更安全吗 not really 移民是安全感的转移 宣教的意思是 从这个文化跑到那个文化 也是安全感的转移 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住 本家到了迦南地有饥荒 后来到法老王埃及那边 他太太要被抓走 赐奉的人跟所有人都一样 都会有安全感的挑战 彼得他们要被上帝用 也会需要被训练 经过安全感的挑战 钱多不一定安全 你钱很多 表示有人会抢你 所以告诉隔壁 嫁给穷传道最安全 君王最不安全 因为他很多保镖 保镖是做什么用的 挡子弹的 没有保镖的 举起手了一下 隔壁告诉他 你比马哈迪还安全 所以一定要经得起安全 不是地位高 不是有钱 而是经得起挑战了 才安全 要被上帝用 更要接受安全感的挑战 我谈六个重点 好让你建构你的安全感 第一 想建立安全感 需先从过去走出 开始是耶稣 吹门徒上船 是耶稣逼他们去的 耶稣吹他们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上文 耶稣用五饼 二鱼 喂饱五千个人 学生当然很骄傲 我跟了耶稣以后 就不怕吃的了 甚至跟了耶稣 就可以把罗马帝国推翻 这个叫做政治弥赛亚 上耶稣不要让他们 被过去成功绑住 五饼二鱼之后 叫他们进入风暴 你过去很成功 上帝有新的功课 要挑战你 不要被过去的成功绑住了 此外呢 又不要被过去的失败绑住了 失败 失败 无饼二鱼的上文是 耶稣的学生 施洗约翰被砍头 是十四章一到十二节 一砍头 这个学生吓坏了 所以耶稣用五饼二鱼的神迹 来兼顾他们 完额接着推他们进入船 不管过去失败或成功 你要学的东西很多 从过去走出来 不管你过去多失败 不管你给你爸爸妈妈 给你原生家庭欺负了 如果你不从过去走出来 心理学家有一本书 很有名 书名叫做四个字 A very famous book The name is called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被伤害的人 会伤害别人 这个是对 你翻译很棒 谢谢 我会翻译成另外一个翻译 被狗咬过的人 会咬狗 你给你的爸爸 你给你的前夫伤了 你会伤你的第二个丈夫 你给你的爸爸妈妈伤过了 你会伤你的儿女 你给你的上一个牧师伤的 会伤下一个牧师 告诉隔壁 被狗咬过的人会咬狗 媳妇会熬成婆 he is so funny 你有媳妇吗 媳妇熬成婆 this one cannot be interpreted 然后呢 以后要熬别人的媳妇 由媳妇的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她小心一点 Basically what it means is that mother-in-law would torture the daughter-in-law but eventually the daughter-in-law become a mother-in-law and in turn she would torture the next daughter-in-law 留心不要被过去绑住 be careful not to be bound by your past 第二 山上的膝盖 可以稳住脚下的风浪 山上的膝盖 耶稣叫学生进入风暴中 他其实先到山上祷告 他大概傍晚七八点之后准备上山 到了九点钟之后开始祷告 学生呢是到清晨三点钟有风暴 三四点有风暴的时候呢 学生希望说耶稣赶快救我 耶稣没有马上救他们 先为他们祷告 先祷告之后再来解决你的问题 耶稣不马上解决你的问题 他先为学生祷告 你的儿你的问题 你不需要 不能马上帮他解决 你先祷告 好让他们可以撑下去 问题没有解决 祷告有什么好处 祷告帮助你拖住你的困境 祷告提升我们对自然的忍受力 祷告帮助我们不要因为自然界的冲击 忘了超自然的上帝在掌权 所以碰到困难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应该做什么事 祷告 问题还没有解决 借着膝盖 问题将来会解决 还需要一点时间 但先祷告 耶稣先在山上为学生祷告 耶稣先在山上为学生祷告 不管风暴多大 死不了人 会有安全感的挑战 第三 信心是沿着经验的危险区成长 Your faith grows as you walk along the danger zone There's a danger zone in your faith 在你的信息过程当中会有危险的 In your walk of faith there would be danger 英文说 It takes risk to trust 英文说 你需要冒险来相信信靠 Exactly right 你需要冒险 耶稣 走过来的时候呢 彼得说 主啊 如果是你 可不可以让我也走过去 When Jesus walked to them Peter said Can you allow me to walk over to you? 我从来没有走过 I have never walked on water before 我想走过去 I want to try 那个是需要冒险的 That is a risk 你要从过去的经验来信靠 这个耶稣是要冒险的 From your past experience You want to trust in Jesus It takes risk 你从来没有当过小组长 现在呢 人家要你当小组长 那是要冒险的 You have never been a cell group leader before And now you want to take up this job It takes risk 你从来没有去过泰国短宣的 现在要去是要你冒险的 You have never been to Thailand to do a short mission trip And now you are going It takes risk 是 信心是要冒险的 So to exercise faith You have to take risk 是借了冒险当中成长的 And this is true Taking risk that it grows You应当不是第一次翻译吧 30年了 已经翻译30年 比较不怕了吧 完全不会怕 那第一次怕不怕 也没有怕过 哎呦 真的啊 那请问你如果下来翻译 如果他倒下去 你帮他翻你会不会怕 请问 会 冒险才会成长 而你不要给他所有的钱 让他经历神 让他冒险 他就会依靠上帝 Do not give all your money to your children You have to let them go through Difficulty You have to let them to take risk so that they can grow 我的孩子大概四岁 就像这个小女生 四岁的时候 When my daughter was at four 我在三一神学院芝加哥 I was in Chicago The Trinity College 我的儿子暑假的时候 说爸爸 可不可以 我们同学都来骑 Bicycle 脚踏车 When my child asked me No my classmates they are all riding bicycle Can I also have one 我想学耶 I want to learn 我就可能买一个 Use car bicycle 是旧的脚踏车 So I buy a second hand one 因为穷神学生嘛 So because I was poor 那就给他了 I gave it to him 你自己骑啊 You try on 爸爸你可不可以帮我 He said Bother can you help me 那就把我牵我的手 So he hold my hand 那就开始乞脚踏车 He started riding 骑得不错 He was doing well 两个轮子咯 It was only two wheels 不是四个轮子咯 It was not four wheels 两个轮子咯 Two wheels 骑得不错 He was riding well 可是呢 另外一只手在我手中 But his other hand is in my hand 我想想 我神学院很多功课的 I was thinking I have so many lessons in my seminary 你 请问你脚踏车 以前是怎么骑的 I ask you How did you learn riding in the past 以前是先专动对不对 对不对 You sink your leg inside That's how you did 后来呢 跳上去对不对 And then you jump on it 那个脚踏车很高对不对 And the bike is so high 会摔吧 With it fall I fire myself 我想 雪脚踏车 一定要自己摔过了 哪有人家这样抓的 能不能帮你 I said if you want to learn to ride a bike You must learn to fall first 这学不好的啦 You won't do it well In this way 我看到那边有个小山坡 And then I say that There's a little hill 小山坡 There's a little hill 不是那么陡的啦 我没有那么残忍啦 不是这样子啦 是这样一点点 就牵他过去了 I guide him there 一到那边以后呢 When I reach the hill 我就放手 I let go of my hand I let go of my hand When I let go I let go of my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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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生第一次会骑脚踏车 就是那个时候 And first time in his life He was able to ride a bicycle That was the moment 从此之后可以骑脚踏车了 From then on he rides a bike 你的儿女要让他不会世俗化 就是送他去短宣 If you do not want your child to be assimilated by the world You have to send him for missions 不需要给他手机 Don't give him hand phone 我即使一直在等手机 等手机 Send the phone 我一直过去没有手机 In the past I did not have hand phones 我其实在等手机 I phone的999 I was waiting for her iPhone999 会一直变啊 Because it keeps changing 带他去短宣 Bring him for short term missions 让他走危险的地方 Let him walk through this dangerous path 所以耶稣吹彼得进风浪 So Peter forced Sorry Jesus forced Peter to go into a storm 万一正牧师不在 你就要上来讲道 Just in case Brother Albert is not allowed Come out here and preach 有可能这牧师会不在吧 万一我明人七夜不在的话 你就上来讲道 万一你不能坐 你能耳里接 这叫discipleship 耶稣在做discipleship 父母亲举起手来一下 你要总的对你的儿 你做discipleship 你 must know how to disciple your children 催门徒进入风暴 Jesus forced his students to go into a storm It takes risk to trust 你需要冒险来信任 你需要冒险来信任 第四 人的意向和视野 决定生命的色彩 A man's vision And his scope Determines his Color of life Vision and perspective Determines the color of his life 人的focus 你的perspective 决定生命的色彩 Your focus Your perspective Determines the color of your life 一跟着耶稣说 主啊 我可不可以到你那里去 When you follow Jesus You say Jesus will follow until the other side 就可以超越地心引力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overcome gravity 你一离开 Once you depart 就会掉下去 You would sing Your perspective 会决定你生命的色彩 Your perspective will determine the color of your life 跟着我 跟着耶稣 你就不会怕掉下去 不会有安全感的挑战 You just follow Jesus fast And you will not fall 一转弯 一晃 一转 一看 其他地方 你会吓坏了 But if you deviate If you detract Then you will be stunned 你要定精在耶稣身上 Fix your eyes upon Jesus 就像刚刚所唱的时候 I decide to follow Jesus 就像刚刚我们所唱的 我决定要跟从耶稣 不要离开 Do not depart 你离开一定会震撼 If you depart You will feel afraid You will feel afraid 美國二十年前 这段时间 有一个短跑健将 Twenty years ago There was this U.S. sprinter 他叫Carl Lewis By the name of Carl Lewis 很会跑 He ran fast 一百公尺 两百公尺 四百公尺 跳高跳远 奥运的几个记录 在他手中 他有很多 Olympic records 那有人家问他说 全世界八个人 最后一百公尺 跑步的时候 请问那个半个小时 你做什么事 半个小时 Half hour before the final Championship 他说我就是 Exercise As usual 但我一定注意 一百公尺一条线 一边热身 一边响那条线 准备到了 蹲下去 人家枪一响 砰一声 不到十秒 拿到冠军 这么简单啊 Is that so simple? 对 请问你 可是你汉城那次 你为什么输了 那次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八个人 在热身 我正要想那条线 那边有一个记者 有一个记者 跟我挥手 然后靠近我 跟我握手 我一握手 如果他的脸上 有半边烧焦的 I noticed that Half of his face was burned 一握手想 奇怪 烧焦在脸上 很难看耶 如果在肚子 也没有人看到 为什么会有 这个烧焦呢 火灾吗 还是出生了吗 是出生就有这样的吗 是他犯了罪 还是他爸爸妈妈犯了罪 约翰第九章 是他犯了罪 还是爸爸妈妈犯了罪 我前两天讲的报应观 报应 结果握手完以后 最后呢 我一直在热身的时候 一直在想他 一直在想他 唱一声 蹦一声 结果呢 他才想那个 输了那场 你一转移焦点 就会输 受洗的举起手来一下 受过洗 隔壁告诉他 不要离开耶稣 隔壁告诉他 告诉他 Jesus is enough for you 耶稣对你来讲 是足够的 你一离开焦点 就容易迷失 第五 安全感来自于 对造物主的依靠 当彼得一转移 焦点 风浪环境那么可怕 快掉下去了 还好他知道祷告 主啊救我 留心 耶稣突然出现 本来很远 突然在他前面 把他拉下来 沉不下去的 耶稣超时间空间 抓住你 他不务事 他不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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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够rice 他可以处理 你时 artific 他无所不在 无所不治 瞬间就把你拉上来 他可以把水变酒 化学家傻眼 他可以五饼二鱼喂把多少人 叫谁傻眼 食物营养师跟搞餐厅的 他可以这样五饼二鱼喂把五千人 他一句话风平浪静 大气学家傻眼 大什么 大气学家傻眼 一句话海里的鱼通上网 海洋学家傻眼 听得懂吗 他话学家傻眼 大气学家傻眼 海洋学家傻眼 食物营养师傻眼 他让眼科医师傻眼 还要让哪些科医生傻眼的 你看福音书 耶稣叫哪些科医生傻眼的 耳科医生傻眼的 耳科医师 耳科医生傻眼的 股科 那叫神经外科 还有哪 else 血肉病 副科 鬼妇的 妇产科 神经科 麻风病 皮肤科 我们这秃头的快有救了 最后问 死人复活哪一科可以夸号 死人复活叫谁傻眼 叫谁傻眼 葬仪色的 埋葬死人的 关门 这个耶稣是全科医生 告诉隔壁 你医院挂不到科就挂耶稣这一科就对了 加南他把水变酒 他解决家庭的问题 结过婚的人举起手来一下 举高 隔壁告诉他 你有救了 万一你工作不稳定 老板要把你的fire 你有救了 他是照护主 他是你的solution 所以告诉隔壁 耶稣专门搞定你的疑难杂症 告诉隔壁 你需要的就是耶稣 告诉隔壁 耶稣对你来讲是够的 快沉下去了 他拉你 那叫以马内力 快沉下去 他拉你 有一个故事很有趣 特别给像这小妹妹 她一定会喜欢 有一个大猩猩 领扬一只小灰熊 告诉小灰熊说 我爱你 照顾你 现在我要到城里面去办事 你留在房间里面 在窝里面不要出来 因为你出来会碰到猴 花炮 那会把你吃掉 大猩猩走了 小灰熊就没事干 就走出门 这个很好玩啊 生灵很快乐 他会不让我走出来 一边走 一边走 就碰到花炮 两只脚就掌根 发抖 花炮会把我吃掉 眼睛闭起来 快死人了 就惧怕的时候 突然就想想 那大猩猩碰到花炮 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 就垂胸 那我现在也没有路了 只好死马当 活马医 就垂垂 垂垂垂 Oh do it 垂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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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édia 一段时间以后一段时间 一转弯 大猩猩在背后捶胸 是谁捶胸有用 是谁 那叫伊玛内利 他在你旁边 你快沉下去了 瞬间把你拉上来 你的眼光要在他 他不误视 他不误视 他是Creator 道成肉身的道 上帝的独生子 不要离开他 Christ is enough for you and me 基督对你跟我来讲 已经是足够的了 不管多大的风暴 经济的风暴 婚姻的风暴 安全的风暴 移民的风暴 癌症健康的风暴 基督对你跟我来讲 都是足够的 这是第五 准备进入第六 我们从第一到第五一起来 we shall revise from point one to five 所有人 第一一起来 请 想建立安全感 需先从过去走出来 告诉各位 被狗咬过的会咬狗 tell the one next to you the one who is beaten by a dog with one day bite a dog 第二 山上的膝盖 可以稳住脚下的风暴 告诉各位 祷告是第一件大事 tell the one next to you pray is the number one important thing 第三 来沿着经历的危险区成长 告诉各位 信靠耶稣是永远是对的 要耶稣 告诉各位 安啊 够用 第四 人的意象和视野 决定生命的色彩 告诉各位 你的眼睛不要离开耶稣 tell the one next to you do not turn your eyes away from jesus 第五 告诉各位 上帝的恩典够用 tell the one next to you the grace of god is sufficient for you 我一定要讲这个真实的故事 i need to tell you this true story 我的老大呢 在台大念大三 my elder son was in the university and he was in his third year in the ntu National time university 隔一年他大学毕业就出国了 and next year he graduated 那我就准备 知道他离开家舍不得 i could not part with him because he wanted to go overseas 所以那个暑假呢 我就带全家四个人 两个儿子呢 跟妈妈一起出国到欧洲去讲道 先到罗马 后来到威尼斯 顺便讲完到退休会 然后就去威尼斯玩 那到威尼斯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 带我们四个人 全家去威尼斯玩 那拍了一些照片 那一些照片就放在我的书里面 那这个弟兄呢很好 他叫公义 不过他姓吴 变成吴公义 跟你跟我一样都是姓吴 他刚刚我谈到温州的一件神迹 家庭教会受逼迫 那大家还是去聚会 就把东西呢 去聚会的时候呢 总是抓一些东西放桌上 就去聚会了 一个一个进来放东西 在桌上就去聚会了 所有人都去聚会了 厨师进来 桌上就这批一些东西 几百个人呢 怎么够吃呢 可是他们已经很认真了 那个时候很苦 那怎么办 那只好歇一歇歇歇歇歇歇 通通放了大锅饭 煮了一个大锅 聚会结束了 所有人就围着这个桌准备吃饭 几百个人呢 是个小锅 什么锅吃啊 也没办法啦 那吃饭前 现在做什么事 就卸饭啊 厨师卸饭 亲爱的主啊 谢谢你给我们做上食物 今日的饮食 今日是给我们 祷告完 阿们 厨师就挖 拿个铲子 挖一碗 放在碗里面 还这么高 第二碗挖过去 第三碗挖过去 还这么高 第四碗 第五碗 第一百碗 一千碗 所有人都吃饱了 还这么多 告诉隔壁 你这辈子够吃的 耶稣对你来讲 是足够的 最后第六一起说 敬拜乃被安全包围的 自然流露 他们上了船 耶稣把彼得拉上来 第二个神迹发生 风浪都停止了 突然都停止了 风浪过去了 船上的人就 拜耶稣 从惧怕开始 敬拜结束 表示不再惧怕了 当你懂了敬拜 知道他掌权 会敬拜的人 是不会怕的 被惧怕绑住的人 是不会敬拜的 会出来敬拜的人 是把惧怕放在后面的 整个剧情结束在敬拜 因此进入使徒行传 祷告敬拜 开始彼得的侍奉 神迹就在发生 原来敬拜的人 是一无所怕 惧怕的人 不懂得敬拜 你越懂得他是全能的神 就一无俱怕 敬拜是安全感 完全包围之后的 自然流露 准备敬拜团 预备 带我们高举双手 的时候预备 一个真实的故事 来结束这一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个时候 日本打到新山过的 美军跟日军 在一个岛打仗 一边在打的时候 美军一个陆战队员 一边跟日军在打的时候 一转弯留意 我的美军日战队员 通通走呢 剩下我一个人 好惧怕啊 你们从走的时候 告诉我一声啊 那我一个人怎么办呢 很紧张 日军又在靠近我 那怎么办呢 他自己想办法 那天有小山坡 好像有一些洞 就滚过去了 藏起来的 那他是信耶稣的 这个时候该做什么事 主啊 救救我 他们真不够意思耶 离开的时候都不动 是我一生啊 救救我 我现在怎么办呢 求你帮助我 奉耶稣的名阿们 祷告阿们之后呢 日军在找逃军 我落单耶 那怎么办 继续祷告 主啊 怜悯我 万一我死在这儿 心不太堪情 不太怨 救救我 阿们 祷告完 眼睛睁开 洞口正好有一只蜘蛛 spider 在滋亡 你派蜘蛛来救我 你搞仇了 我要铜墙铁壁啊 子弹打破头啊 你派蜘蛛 你搞仇了 你搞错啊 拿蜘蛛不管它 继续织网 日军在找洞 逃兵 找到它这个洞 上面的稻草拿开 日军看下去 蜘蛛正好把网织满 以为下面没有人 离开现场 上帝派蜘蛛来救他 告诉隔壁 不要轻易 才使一只蜘蛛 大自然在他手中 举起双手 来敬拜 起立 敬拜的人 是一无所怕 不管多大的风暴 要被上帝用的人 也会有安全感的 预备跟挑战 把你人生的方向盘 交在上帝手中 这位耶稣够你用 你的眼光不要离开 你的祷告的生命 不要离开 同时要肯冒险 当你低了头 几个祷告的呼召 临到你 就举起手来 不在乎别人 第一 帮助我 从过去的失败走出来 我不要让过去绑住我 就把手举起来 我不要被过去绑住 手放下 手放下 帮助我 受过伤 不要去伤人 就把手举起来 求你医好我的伤口 手放下 说主 我知道你担任我的祷告 但 你担任我的问题的时候 我要先成为 祷告的人 帮助我建立 祷告的生命 就把手举起来 说放下 帮助我的眼光 不要离开你 环境让我惧怕 你帮助我安全 耶稣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就把手举起来 就把手举起来 所有人举起手来 我祷告一句 你跟我祷告一句 亲爱的耶稣 你才是我的可靠 我要来依靠你 我的婚姻 我的家庭 我的工作 我的生命 我爸爸妈妈的健康 交在你手中 我要来跟随你 我全家要来敬拜你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同胞的救主 我要把我儿女奉献 帮助我的儿女 经历到安全感的挑战 让他们被你使用 成为我一家的救主 荣耀归给您 我一生一世要来敬拜你 敬拜你的一无所怕 荣耀归给您 奉耶稣的名祷告 用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